我凭什么不重要 我能杀你就行 狂妄 入羞未干的小屁孩想杀我 爷爷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大恐怖吧 区区黑赌长也想杀我 就你这点本事 也配成龙国第一杀人亡 也想杀我 你真是恶人苦的人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马上就要从死神变成死人了 不过你还得在临死之前 替我办件事 什么 给我打个电话给金家 给我带个信 打 事情搞定了吗 他搞不定 你得被搞定了 你是谁 我把你儿子都打残了 你还问我是谁 你傻不傻 你是那个坠序的儿子 准备好 我来北都 灭金家 我来给你聊手 啊啊啊 行了爸 起来多乱不试试 这 曾经都无一百天 这就好了 我送你 行就行 来 哎 现在好了 小花 你已经说好神奇啊 没事就行 走 咱们回家 小花 在吃早饭呀 有事 没事没事 这事啊 来向你道个歉 道歉 你向我道什么歉 哈哈 你这不是前脸的干嘛 确实是我们过分 希望呀 能原谅我呀 那件事已经过了 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啊 大学好大学好 那我们能 抱负了中吗 想回来住 想了想了 你有前十 但我是狗啊 现在穷光蛋了 知道来求我 可惜啊 我也瞧不上 自信 你这要有钱不认 你会没有出路的 你这样试炼的亲切啊 这辈子我也不会认 放弃幻想吧 我看 放弃幻想的人是你吧 我看 放弃幻想的人是你吧 建峰啊 你回来了 嗯 我回来叫你这王家败类 哎呀 建峰啊 你可别乱说 现在小凡可是我们王家的骄傲 我们王家还指望他的 赶紧别个护士 什么 他是王家的骄傲 我呸 真的 小凡啊 现在跟首富照下有关系 随便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王家平不清云的 靠着首富照下去就牛逼了 跟我的靠山比起来 算个屁 你说真的吗 你 你的靠山是谁啊 北都 四大豪门的金家 比龙城赵家 何止成百倍啊 什么 北都四大豪门的金家 你说真的吗 你真的靠到金家 这还能有假 我这次来 就是奉金家之命 回来收拾这败类的 还有他依靠的赵家 金家已经下达命令 即日起 动用一切手段 让他破绳 真的吗 建峰你这么厉害 天天逃了北都金家 那还得感谢这王家败类的 我本来在海外发展 刚回国 就遇到他招惹的金家 金家发出豪门令 要杀了这败类 我自然就成了金家的人 好好好 赶紧把这个败类的杀了 他扣了赵家 抢了我们的房子 抢了我们的公司 现在我们是 无价可归啊 岂有此理 你这败类 竟然干出如此 人神功分之事 还不给我跪下受死 你们父子俩相声讲完了 你个坠戌野种 到底贵还是 不贵啊 建峰 都是自家人 连自家残杀呀 啊 谁他妈给你一家人啊 你嫁一个废物老公也就算了 还生这为一个没用 恶心的儿子 真是该死 我可是你姑姑啊 你怎么这么说我 我 老子没你这么丢脸的姑姑 就是 爱包头的赶我出家门呢 没事 他们今天都得付出代价 上 杀了他们的母子 哎 建峰 不能厉害建峰 妈 妈 妈 你不要担心 他们很快就会向我求饶的 上 小子 有点本血 不过老子可是神枪手 你要杀我吗 我可是金家 你动我 必死无疑 死到零头嘴还怎样 啊 承凡 天峰 他吃什么呀 儿子 打电话给金家 说你完了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就过分给你 打开 打开 惹了我 你靠谁都不会 给我滚 别跑 死了 别跑 这种商业的事 这种商业的事 你能帮我 你能帮我吗 什么事 赵总 你说 龙城商会 接到北都金家的指令 正在召开会议 他算把我们云海集团 进行行业封杀 阻断我们所有业务 您看 你有没有什么关系 您帮忙挽回一下 这事因我而起 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这种商业的事 比的不是打打杀杀 需要有背景的人出面才行 诶 师傅不是有锦囊吗 看看再说 尹龙 我现在在龙城 北都豪门对龙城商会下达封杀令 我想帮赵家里面 你有这个能量吗 行了 大家就按着会议的指示 回去以后立马切断和赵家所有的声音来往 我们一起让赵家一落千丈 万劫不复 好大的口气啊 商会本就是为了促进商业合作 什么时候变成打压别人企业的手段了 不是 你是谁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是赵小姐的朋友 听说你们集体打压赵家了 我来替他打这个抱不平 就凭你啊 马云 我们云海集团 作为龙城龙头企业 为同行创造过无数商机 可谓劳苦公告 你岂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利用权力 对我们进行打压 我为什么打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说你得罪谁不好 非得去得罪北都豪门 像那么些巨头 是咱们这个弹丸小弟的小角色 能得罪得起的吗 你们说句公道话 这些年来 我们云海集团 帮过大家多少忙 大家资金周转不开 我们设货给大家从来不催款 给你们足够的空间 如今赵家有难 你们真的忍心落井下石吗 赵总 你的好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谁愿意冒着被豪门打压的风险 来停留呢 就是 我们做生意的呀 就是要向前看 向前看 你们赵家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难道多年情义 你们就不能再给云海集团一个机会 好了好了 你们可以滚了 别耽误我们的阵事 好了 送客 请吧 不好意思 我来这里是解决事情的 事情没解决 恐怕走不了 怎么 你想闹事啊 今天只有两种结局 第一种 大家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持赵家 皆大欢喜 第二种 打压赵家之人 沦为背信弃义之人 将永远退出商界 哈哈哈哈 你在恐吓我呀 不是恐吓 是陈述事实 行啊 我求求你 拿出你的能量来 今天就灭了我 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 今天你就得死在这儿 对 这种狂徒就该狠狠地教训他 我呢 日前九节去的大老 马上这一百个小弟来送了他 不要急 先看看他的能量再说 看他的能量还是别指望了 看他的笑话 哈哈哈哈 还差不多 小凡先生 你能找到关系吗 没问题 我给他打了电话 他说他马上到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到哪了 好的 他就在附近 马上就到 行 可以 老子今天倒要看看 你到底能请来哪尊大佛 敢跟我们龙城商会作对 他是不是不知道 商会云集的整个龙城 最有钱的人 兄弟之王 能知道什么 以前 我是真没看清你们这些丑恶的嘴脸 你现在看清了 又能怎么样啊 谁说话 口气这么狂 谁说话 谁说话 口气这么狂 你谁呀 请问 哪位是尹龙先生 我就是 唐天雄见过尹龙先生 请问 先生有什么吩咐 他 龙城商会会长 利用手中的权力 打压我朋友云海集团 你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简单 把他的商会会场 隔职就行了呗 哦 你能隔他的职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哪来的傻嘛 吹牛逼也不看地方 你算什么东西 还隔我的职 我叫唐天雄 你说我能不能 唐天雄 你们听过吗 很厉害吗 唐天雄 您可是唐门集团的大公子 是 唐太山是我父亲 原来是唐家首富的公子啊 试镜试镜 什么 你 你是唐门集团的 不可能 唐门集团来自全能够首富 连斯坦家族都不能忘记相辈 堂堂他们集团的继承人 怎么会来我们这东西讲一方 就是 赵阳阳听来的 他自己都不认识 这演戏 给咱们看吧 他们都不认识你 看来这是个难题啊 无妨 我说来龙城了 有个长官需要来见我 这件事 交给他办就行了 还装上了 有个长官要见他 唐公子 唐公子在哪 唐公子 唐公子在哪 中场官 你使他来吧 唐公子久等了 我快马加鞭赶来 没成像 还是晚了一步 看来 唐门集团在龙城的800亿投资 给取消了 为什么呀 唐公子 我简单了解了一下 龙城商会 简直是乌烟瘴气 毫无诚信 底线可言 这个地方 根本不适合经商 唐门集团 不但要撤走所有投资 还会让唐门集团 所有的合作伙伴 尽量不再龙城兵 唐公子 龙城商会 怎么得罪唐公子您了 您告诉我 我马上整顿 云海集团 乃龙城调除 对龙城商界有不朽之功 商会竟然接受 北都豪门施压 排挤打压云海集团 除此行为 简直是商界耻辱 竟有此事 这里 就是他们商议 打压云海集团的开会现场呢 岂有此理 马云 你竟敢循私王法 周常会戏怒 我们只是在商议 并没有决定要打压云海集团 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本土企业的 刚才还不把唐门集团放在眼里呢 这些败类 唐公子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惩罚他们 现场处置吧 反正这个商会会场 你说这些公司不查 唐门集团 却不会和龙腿认识 好 我马上下令 将马云 隔职查办 其一取业 全部清查 有罪 必问 臭短关 饶命啊 我们一定会改的 以后有什么事再吩咐我 就是 唐公子 慢走 你完了 这位兄弟 赵总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一定为你们马首是瞻 小凡先生 果真深不可测 竟能有唐首富这样的人脉 真是厉害 还行吧 虽然有一些人脉 但是呢 平常没什么事 也疏于联系 没想到有事 他们还真上 看得出唐公子 对您都很尊敬 可见 您的能量匪夷所思 令唐家都折服啊 我有钥匙 要去北都一趟 有什么情况 你再跟我联系 谢谢小凡先生 我先走了 请问 是王小凡大师吗 什么事 请说啊 大师虽然年轻 却医疏同神 将农城赵首富的绝阵 治愈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又这么回事 怎么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也姓王 被人称个神医 但医术跟您比起了 肯定不值一提 今日找到您 也就是想请您 帮忙治治病 治什么病 神经受处 半生不谁 不知道大师能否治 能治 给谁治啊 北都豪门的金家公子 大师肉能治 必要重献 北都豪门金家公子 是的 怎么 大师有听说吗 是金豪 对 怎么 大师不会 跟金豪公子熟悉吧 熟悉 太熟悉了 太好了 还请大师 把满出手 替金豪 治了 治了 必要重献 好 我替你去趟北都豪门金家 替他治上一致 大师请 爸 帮我杀了那个混蛋了吗 那小子 有些能耐 竟连死神都死在他的手里 我得重新姑娘见他了 怎么 我藏藏北都豪门 竟杀不了一个乡下小子 别慌 你汤哥 和他昆仑三的师父马上回来 有他们在 他必死无疑 唐哥愿意帮我出手吗 那是当 你的事就是金家的事 金家的事就是他的事 据说 太语突破黄金巅峰 达到天井 不知真假 那倒是其次 据说 他在国外 创建了逆林殿 一统地下世界 手下高手入鱼 他回来 整个轮骨的斗三斗 区区一个王小凡 他妈都不是 喂 什么 找到医治金后的神医了 嗯 嗯 你看到那边